第一件事想跟大家说一下林郑月娥 她说过一些说话 她说过去五年香港经历回归以来最严峻的挑战 国家安全受到威胁 香港的前程急急可危 也说修例风波令人体会到任何偏离一国两制初心的行为 必然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中联办副主任陈东说 针对反中乱港活动枪决 严重挑战一国底线 中央果断出手 制定实施香港国安法 和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等 推动香港局势实现 由乱到治 这件事我们都要看一看 有一件事大家要有心理准备 就是当香港和内地通关和向外开放的时候 有些事情大家就要明白了 有些情况就会出现 究竟大家的信心是多还是少呢 到时就会知道了 现在很多人说充满信心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你可以充满信心 但是实际上之后会行 是要时间去证明 这件事要实事求是地去说 也不能盲目地说一定可以 自己都不会这样去评价 或者这样去评估 但是起码一件事就肯定好了 就是扰乱社会秩序的东西 就少了很多 但是扰乱社会秩序的东西 少了很多 是否真的帮助大家呢 这是要拭目以待的 有就是当通关的时候和开放的时候 有些事情或者有些代价就会看得到 究竟代价是多严重 现实我们当然是不清楚 回来说回新闻 根据日本方面的消息 就说他们下个月就会恢复接待外国观光旅客的旅行团 那么香港这个地方就是属于一个低风险地区 那就不用疫苗接种证明 还有豁免入境检测和隔离 但是据我的了解 日本政府是会要求游客一定要用旅行团的方式入境 就不会给大家自驾游 自由行那些暂时是 当然了 如果有旅客有不息的话 应该会有人帮到手 相信安排会有弹性的 你说会不会很严谨 我的看法就是日本方面 就是防疫的东西 很多时候都不是十分严谨的 另外 就是现在看到的讯息 就说香港有旅行社 就会在八月的时候 就开办东京大阪旅行团 十五日日本的行程 同回香港七日的 检疫酒店费用 每个团费就是四万五千元 已经有人电话去查询了 那这个就要说回有一间旅行社叫中环游 他那个常务董事 袁震宁 他就说由于这个航班不多 机位有限 最快都要在八月才可以出脱 到时的设计行程 就会交区为主 也都会有购物行程 但是你自己想想一样 如果去东京大阪 十五日行程 连连回香港七日 检疫酒店 即是二十二日 要四万五千元的话 其实就比以前 是贵了很多很多 这个数据 为什么来说是贵到不得了 究竟这件事 之后会怎么样 我就不太清楚了 这个 好了 另外 也要说说其他消息 就是港澳办副主任王灵贵 他就说 随着香港国安法的实施 选举制度修改完善 三场重要选举成功举行 国者治港原则得到落实 香港气象换言一身 未来五年就是香港从由乱到治 和由治及兴的关键时期 王灵贵就在律政司举办的 基本法法律论坛上视障致 他说由治及兴是更加艰苦的过程和工作 又说天地立心非畅化一人 万世太平虽能者捨身 他说的就是 在立法会的议员那里 你见不见到这些东西 就是天地立心非畅化一人 万世太平虽能者捨身 在香港的立法会 虽然这个选举制度已经完善了 但是选出来的人 他们做的事 是不是真的可以符合这个条件呢? 真的可以做到艰苦的过程和工作呢? 你自己想想 如果有一些议员 很简单的 买不到鲜奶 那就要破口大骂特区政府的官员 是否真的可以帮香港由治及卿呢? 这件事我自己是有一个疑问的 黄延贵说 中央政府将一如既旺地 既既旺地支持 行政长官和新一届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这要先说清楚一点 中央政府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行政长官和新一届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黄宁贵说相信特区政府能够团结带领社会各界抵礼前行 继续发扬神神开创香港政治安全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新局面 Making Chan问了一个问题,能者何在也不见有写生者 他们有写生者,他们捨棄其他人的身 最重要是自己坐以待毙,他们那班人 朱永生说西门子敬今天还开了微博号 继续上了香港的事情了上内地,有时间搞 我告诉大家,他这个人现在一定要踢爆他的 尤其是他之前追踪一个在内地疑似 是一个初纪,即是供应的推特账户 他是追踪,followed by Dominic Lee 没有写他的,李子敬 这个人究竟要不要为他做的事,负上一定程度的责任 我认为是要的 他到现在都是这样说的 我是程式搞的 用程式追踪的 我是问心无愧的 这样也行 不是很妥的 好了,回来继续讲讲其他话题 这个也是新闻 港股延续上奏的升势 让我看看报多少 港股今天真的不错 我们现在看到 现在已经升了440点 大概升了2.19% 现在我看得到 20554点 都算可以了 这个也不错 这个情况比 下午之前差了一点 但也算好了 希望站得稳 另外就是 日本当局 他们终于打捞到 之前沉下去的观光船 就是在北开道的 枝藏半岛海域那里 因为他之前打捞的时候 是打捞不到的 现在就打捞了 那件事 当然了 14个人走了 12个人失踪 其实是4月23号的时候发生的 很坦白说 12个失踪的人 其实我认为他们都是 凶多吉少 这个是没办法的 有些人说日本凶多 这些事情不会发生 其实全世界都会发生意外 还有这些 就是和海有关的意外 是经常都有 好了 那 扎连斯基他说什么呢 他就说 俄军就向东部顿巴斯地区 发动最猛烈的攻击 预袭的就包括民居和学校 那现在就有可能切断 当地平民最后一条逃生路线 那叫西方国家再提供武器 今早有说过 但是 为什么会 现在会比之前大事呢 因为之前的情况 有部分的平民 就觉得战事是 就是 缓解了 那他就回去了 这些地方那里 那你回去了这些地方那里 就 麻烦了 就走不出来 有些人是 那 那 事实是怎么样呢 那 有些人当然说 俄罗斯很对 这件事上 但是 你只要看一看 就是乌克兰人真正 逃难的走向呢 你就会知道哪一方面是得民心一些的 事实呢 就是 如果根据现在公布出来的统计呢 是有大概 应该大概 我对上一次看 是有超过 二百多三百万人 我凭记忆说 我也不敢肯定 二百多三百万人 就去了欧洲那边 那 去了俄罗斯避难的乌克兰人呢 其实就只有几十万而已 就不够一百万人的 事实就是这样 所以 就是 就是 大家如果 要说一些支持俄的言论的时候 都要小心一点 因为有些数字 你没得 就是你没得骗人的 你不可以说我有几百万人去了俄罗斯避难 事实不是这样 好了 扎连斯基他在电视演说那里说 他就说 这个俄军在顿巴斯地区的行径 包括驱逐乌克兰民众和大规模屠杀平民 就明显构成种种灭绝的 那扎连斯基就说 俄军的攻势呢 就可能最终会导致顿巴斯地区就没人了 那目的呢 就是要令这个地区化为灰准 那 就是 究竟是不是呢 那我们 晚点再 看看 我自己就觉得他是夸张那些的 这个扎连斯基 因为俄军呢 他如果整到整个顿巴斯地区没有人的话呢 对他来说也是毫无益处的 这个真的是不适合的东西 另外 秦刚 这个驻美大使秦刚 他又出了声 他就在一个印第安纳州的经济峰会那里说 就说 特朗普的时代呢 就挑起了贸易战 加征关税呢 損害了双方的利益 那美国的贸易赤字呢 也都从未因此减少的 相反呢 自从对华301关税生效以来呢 美国企业已经损失17000亿美元的市值 失去了25万个就业机会 每个家庭平均开支增加 每年的 是1300美元 其实特朗普那时候 收这个关税呢 那时候我们已经和大家说过了 特朗普其实呢 他最主要是收这个关税呢 就是填回那条 减企业税的那条数 其实就是 那当然是很差的 他这样做 这些是选人不理己的 他为什么要减企业税呢 就是 益某部分的有钱人 某部分在美国做生意的有钱人 他们的生意就不牵涉外贸的 其实就是 有一部分人就是这样 那好了 多谢Diane的支持先 那当然啦 关税伤害的就是 美国工商界和消费者 并且是推高了 美国国内的通胀 那么 第一批的301关税呢 就在今年的7月5日到期 那 美国政府就当然是在评估 这件事要不要延续啦 其实呢 美国中国 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呢 都是希望听到一个好消息的 那 秦刚就说 如果这个关税延续呢 那中方都会继续奉陪到底的 其实 这些是 没有必要这么做的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这样搞呢 就是玩死自己的 就是美国人 那好了 那 那秦刚也有说到呢 就是中国 经济开局平稳 第一季度 经济增长4.8% 这个我们说过了 那 就在主要经济体的前列啦 受近期的疫情影响呢 经济平稳运行呢 就面临一些不确定性 下行的压力是加大 但是 中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大活力强 有足够的回旋空间和政策工具 应对挑战 根据形势变化进行调整 中国发展具有多方面的优势 还有呢 其实 中国经济 继续 稳步发展的大方向呢 是没有变的 这个 一定要说清楚先 好了 现在说一说台湾地区先 那台湾地区方面的疫情呢 就有新增4万 不是4万 不好意思 我看错了 是9万 9万4808宗 本土确诊 当中重症个案呢 就是343宗 多了126个人死亡 那其实 无论是 本土确诊也好 重症个案也好 和死亡人数也好 这三个数字其实都是单日新高来的 这个也挺麻烦的 那 许刘山呢 他之后呢 就会有一条视频呢 就会给大家看一下 究竟在台湾地区 确诊8万 再加一下 这个台湾 倒门的生活态度是怎样呢 那他就拍了一个 就是台湾全家咖啡主题便利店 那大家可以去看看 那什么时候会有这条视频 我也不知道 或者上了没有呢 我其实也没有留意 那我的理解呢 就是之后呢 就会摆上去 摩看编辑部的了 已经摆上去了 就是2022 0527k 那就有时间大家去看看 那些抄就说 我已经看了 那我也没看 因为 因为我 他上的时候呢 我在准备其他东西 香港没有看到 不要紧了 我们回来继续讲 这个新闻先 那台股呢 就高收 反而越死的人多 他们 那个 假权指数呢 收市呢 就报16266点 是升了297点 升幅呢 就百分之1.86 好了 另外 日股收市 就报267881点 升了176点 升幅呢 就百分之0.66 还有就是韩股 那么 首尔综合指数收市呢 就报2638点 升25点 升幅呢 就百分之0.98 那 就是之前我们有说过 Penny Wong呢 这个澳洲的外长 就去了 就是太平洋岛国啦 那他呢 就 去了 这个 匪制的 那去匪制呢 就 当然去首都啦 那 哈哈 他最惨呢 就是 我告诉大家 就是澳洲呢 在摩总 和 之前那几个总理 搞的呢 都是搞到一剧 在这个 南太平洋 第一个搞衰的呢 其实就是叫做 阿伯特 就是Tony Abbott 跟着呢 澳洲换了总理 那时候呢 就换了一个 比较温和一些的总理 那个总理呢 如果我没有记错名字 就叫做 Malcolm Turnbull 这个叫做 谭博 或者谭博 好像叫做 谭博 中文叫谭博 谭博 算做得好一点的 温和一点 这个人 但是呢 澳洲国内呢 就因为有梅酷的干扰 梅酷呢 就要将这个白人至上的势力 去推到一个高峰 他在全世界的英语世界都是这样做的 就是说英文的地方 他有能力影响到呢 他都是推这一样东西的 那他当然是推一样的种族歧视反移民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那很简单而已 南太平洋那些国家 主要都不是你白人来的 就是很老实说 都不是你白人的时候 那你在澳洲推这些白人至上的东西 人家看得到的嘛 还有歧视南太平洋岛国的人 你们那些地方 这些是看得到的 很明显的 那Penny Wong去到匪制访问的时候 他就说 他呢 对于中国和所罗门群岛上个月签的安全协议 就感到很担忧的 那就 觉得呢 那个协议呢 就会带来一个后果 那 那王英然呢 他就出来说 他就说 哎呀 这个地区安全呢 应该由地区自己决定的 那么 那如果 如果是地区安全 又是地区自己决定的话 那么 所罗门群岛他喜欢跟谁签都可以的 对不对 就是如果你是自己决定的话 你说真的要自己决定的话 对不对 所以 那就是 这个 Penny Wong呢 他也是奶奶的 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也都多谢Helena Leung的支持 那么 当然了 他在匪制首都Sulva那里说 他就期望向匪制和区内其他国家证明 澳洲是值得信賴的合作伙伴 是比中国更加适合 那么呢 就希望 成为太平洋岛国首选的合作伙伴 这个 澳洲是否真的可以成为太平洋岛国的首选合作伙伴呢 事实呢 就难一些的 因为呢 事实就是这样的 没错 有很多太平洋岛国的人都很想去澳洲找到的 这个是事实 这个是事实 但是澳洲对于太平洋岛国的人一直都有歧视的 就是比如给他们来读书那些 其实他们都不是真的这么欢迎的 因为据我的了解呢 就是太平洋岛国呢 就是他们这些有钱人呢 他要去读书呢 第一个地方就是去新西兰 去新西兰的私校那里 就是我的理解呢 就是连东家那些黄室那些人呢 都是送来新西兰的 就是我的理解而已 我不敢肯定 就是私立学校的 那些黄室人员都是 就来读书的 那澳洲呢 从来都是 就是说真的 大枝野的 就是他们那个 对于有色人种的态度呢 严格来说是恶劣的 就是澳洲人是这样的 就是我不应该一触高打一算人 但是他们的国家的政策就是这样的 因为那个政策就被 他们的执政联盟把持嘛 他们执政联盟把持这一样东西呢 其实就没有人好过的 就是我的粗钱的看法 本来澳洲呢 是可以造成一个 更加多元的社会 在过去十年 但是他十年是浪费了的 就是被执政联盟乱参搞呢 是搞到浪费了些时间 那么 中国外长王毅呢 现在都在太平洋岛国访问着 那他之后呢 当然会问一下 去访问一下这个匪制 那 王毅呢 就在所罗门群里呢 就反驳了的了 就说呢 对于中国和所罗门安全协议的忧虑 就说这个是抹黑和攻击 其实事实呢 就是这样的 匪制呢都不是没有和中国合作的 之前呢 国家有一些做基建的公司呢 就在匪制那里 就是用中国标准呢 就建了一些公路的 但是那些公路呢 据我了解 很多都已经拆了 或者呢 是被纽西兰的公司去重建了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那个标准呢 就在匪制呢 就不是很合适的 为什么呢 因为匪制是一个多雨 和比较热的地方 有些东西呢 就是把那个标准带去另外一个地方呢 会有水土不服的情况 所以呢 这个就是 我应该都是说的 六七年前听回来的东西了 六七年前的时候呢 那时候我就 就是 在另外一个机构那里呢 就和一个老板都很熟的 那那个老板呢 他就说 就是没有办法了 他们都是要去匪制那里投标的 那些路呢 本来呢 其实就是 中国那些援建项目来的 就是我的了解就是这样 那跟着呢 就是 用了几年之后呢 其实那些路就烂了 那当然某程度上呢 这个就不怪得中国的 我也要说回 就是匪制他们 对于基建的维护呢 其实都是比较差一点的 那结果呢 就是 新西兰呢 就应该是 政府是给了些钱 和 和比制那边呢 又要扔些钱出来呢 就整个好条路 那样的 据我的了解就是这样 那究竟之后会怎样呢 那当然 不知道了 要看一下 就是王毅部长 或者这个外长呢 他是在这个太平洋 倒国说些什么 那我们会密切关注的 好了 另外 就 邓炳强说话了 邓炳强呢 就在基本法法论坛那里说 自从呢 香港国安法生效以来呢 一共有186人 因为涉嫌从事危害 国家安全行为被捕 那当中呢 有115人呢 和5间公司被检控 在法庭审讯方面呢 在8中已经完成审讯的 涉及10个人的案件里面呢 所有被告都已经定罪 最高判刑呢 就是监禁9年 那邓炳强就说呢 香港国安法的实施呢 扭转了2019年的乱局 暴力行为呢 就大幅下降 鼓吹港独的情况呢 就不断减少 很多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组织呢 就自行解散 和停止运作 那他也都强调呢 就是危害国安的分子呢 他是绝不守远的 香港呢 仍然呢 面对不少国安风险的 他那句话要说清楚 我是看错了 他强调危害国安的分子 是绝不会轻易放手的 香港呢 仍然面对不少国安风险 包括危害势力以远对抗 的手法宣扬反中央 和反特区的讯息 鼓吹港独 鼓吹港独呢 就少一点 我看到 远对抗的手法宣扬 反中央和反特区的讯息呢 啊 这些港政就是几了 100了 2020年 2021年呢 都是反中央和反特区的讯息的 用远对抗的手法 他借了林太 做这个人头 反对林郑月娥 其实呢 实际上呢 就是反中央和反特区政府的 啊 当然他们那群人没有鼓吹港独的 另外 本土恐怖主义活动 这个邓炳强说的 例如七一刺警等活动 显示呢 本土恐怖主义分子呢 哇这个就很厉害了 就是 一斤 一斤也有份 这些国势力 要求外国实施所谓的制裁 那他说要报国安 但是我们一直都是支持 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的 这个一定要说 就是我们的立场呢 就是跟之前呢 黄灵贵先生所说的一样的 他说的 中央政府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 行政长官和新一届特区政府 依法施政 那我们呢 在2019 2020 2021 2022 都是一如既往的坚定支持 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 是依法施政的 那我们就犯了国安法 有没有搞错 那不行而已 好了 另外 邓炳强他就说 当局呢 会采取一系列的策略应对 包括加强情报 针对涉国安人士展开深入调查 特别呢 是财政来源开支和外部势力的关系 那那就要查一下奇罗罗100 他们那些议员坐以待币 全部都是收美国的youtube钱的 那财政来源就是youtube的了 那他究竟跟外部势力有没有关系呢 就是要查 另外 邓炳强就说 将会完成 基本法23条立法 定立网络安全法例 加强国安宣传和教育 尤其是要加强青少年的国家安全意识 保安局核下的国纪律部队呢 都会协助青少年培养正向思维 那我们经常有培养大家的正向思维 我们也有做的 那我们说的这么正面的说话 都被人说是犯了国安法 那究竟是否合适 又说要起底攻击 那些东西呢 就是说 我已经起底了 这样 又要引述陈静心 就是较早之前的贴纸 他接了西门子的视频 就是支持特首林郑月娥就是分化建制阵营 搞事 那就大了 还有呢 他已经说了西门子敬 他说了他要学黄丝蟑螂去玩起底 我跟着陈静心的说法 还说要报国安 证明我支持林郑是错的 已经没有公信力了 哦 我支持在位的特首 原来是没有公信力的 原来是这样的 哦 这样的 那当然 是不是分化搞事啊 就是 中央也说了 刚才我们说了 引述了 中央的官员王凌贵先生 他就是 港澳办的副主任来的 他就说 中央政府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 行政长官和新一届的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那我们一直都是一如既往坚定支持行政长官的 是不是 那就大了 是吧 那当然 就是有人说 我们犯了法 那你们听也犯法 可能 就是根据他们的说法 究竟合不合数呢 就是我很粗钱的看法 就是大家要判定 那 添乖车就说 支持特区政府就是错 知道那些战争议员就是对 是啊 他们是这么说的 啊 有时真的生气得不得了 我也是 没办法 这个世界是这样 好了 来到这里的时候 新闻讲到这里 休息一会儿 我们回来说话诞 有时候再说其他话题 cite